大家好,关注逍遥记,带你感受逍遥世界。感谢观看本视频。 他飞奔去藏书阁找蓝旺鸡。蓝湛,看我,快看我,我长了一颗虎牙。魏无羡咽开嘴指给他看。蓝旺鸡抬头看了他一眼道,嗯,你反应这么平淡,莫非你早就发现了?蓝旺鸡专心批改他的卷宗,刚发现的。魏无羡一拍桌子,嘟着嘴道,那你还这么冷淡?蓝旺鸡。 这有什么好说的,不就是一颗虎牙吗?况且蓝旺鸡从来不是话多之人,他能说什么?但魏无羡觉得,这么大年龄还长虎牙,分明是个轰动性新闻,必须大书特书,搞得人尽皆知才罢休。 很快,郭苏兰氏的弟子都知道了,他们英俊潇洒的魏前辈长了一颗虎牙。 他的性格和长相本来就讨喜,现在有了虎牙,就更可爱了,让人忍不住想摸摸他的牙。 可是小贝们没有这个胆量,且不说魏前辈是韩光君的人,就凭他吹笛御尸的气势,也没人敢不敬重他。 平时插颗打魂就算了,真要动手动脚,小贝们得掂量一下自己的分量。 思前想后,他们决定派出一只兔子做前锋。 于是魏无羡百无聊赖坐在软榻上磕花身时,一只兔子跳到了他身上。 兔子很活泼,踢出前爪去捏魏无羡的脸。 嘿,你个小东西。 魏无羡提起他的耳朵放到跟前,用鼻子蹭着兔子鼻子。 蓝忘机处理完工物前来寻他时,便看到这样一幕。 一只兔子伸出前爪去拨弄魏无羡的虎牙,宽快地吱吱叫。 魏无羡则双手捧着兔子,一边躲着他的爪子,一边吓唬道。 小兔兔,我现在是大老虎,我的牙会咬人的,你要是不听话,我就把你烤了吃。 蓝忘机停下脚步,他的注意力全被魏无羡的虎牙吸引过去了。 方才没有细细看,如今远远看着,那扮红唇间的虎牙,竟觉得可爱至极。 晚上,魏无羡发现蓝湛的吻有些奇怪,他的舌头走往自己左侧的牙龈处扫荡,似乎在寻找什么东西。 偶尾掠过虎牙,他便浑身以了激励,感觉自己缩小了一圈。 蓝湛,别动我的,我的牙,你一动,我就……。 他不说还好,一说就提醒了蓝忘机,必须舔舔他的虎牙。 每舔一下魏无羡就缩小一圈,不知舔了多久,蓝忘机心满意足地放开他时, 发现怀里的人变成了一个十五岁的小少年。 那是前世的小魏英,模样灵动俊秀,睁着一双清澈的大眼睛看着自己,开心一笑,露出可爱的小虎牙。 魏无羡整个人比他小一号,但眼前的魏英小得不只是一号,还有这个头与神情,分明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 蓝湛,魏无羡从他怀里坐起来, 看到蓝忘机脸色古怪,似有难言之隐,于是拿过镜子一照。 哎呀,怎么越活越回去了,我这是逆生长吗? 魏无羡烫手一般把镜子扔掉,竟然越长越小了,那颗虎牙是怎么回事? 魏无羡百思不得其解,和蓝忘机大眼瞪小眼。 过了许久,两人才接受眼前的事实,变小了就变了呗, 再长回去不就行了。 蓝忘机揽他入怀,将下巴抵在他头顶上,温柔的。 无需担心,这次我亲自把你养大。 魏无羡黑黑直乐,谁要你养大,我自己会长大的好不好? 哎,我现在这副样子是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样子吧, 那时我买酒翻墙,为你逮个正着。 蓝缠,你是不知道,你那一本正经转映不吃的样子有多可爱? 蓝忘机 可爱这个词,从来跟蓝忘机无关,但是用来形容魏无羡,则最贴切不过。 他记得,那时候的魏英已领约约长了一颗虎牙,他不太记得了。 真奇怪,他自认为年少的一切足以刻骨铭心, 魏英的英容相貌倦刻在心间,丝毫不差。 却不知,这么多年过去,他连他到底有没有长虎牙都不记得了。 这么可爱的人,应该有虎牙的。 那时的他也未曾注意到魏英的虎牙,毕竟当年的他们有着南辕北辙的性格。 蓝忘机气他的无形撩拨,根本没有心思去关心他的虎牙。 当年觉得这个家伙实在气人,可现在一看,他明明只是一个爱搞恶作剧的大孩子啊。 两人叙叙叨叨说着前世的话,大多数时候是魏无羡在说,蓝忘机在听。 逆向生长并不影响魏无羡的心智水平,两人相谈甚欢,跟以前没有任何区别。 然而,很快问题来了。 这个问题是对蓝忘机而言的,实在是一道非常难过的心理关卡。 那就是,魏英太小了,有些事情不能做。 少年卫英十分好吃,但也仅限于吃他的脸,其他地方不能。 每手在他脖颈间,轻轻抚摸他的后背,那么单薄瘦弱,各的手疼。 这一疼便疼到了灵魂深处。 蓝湛,你尽管放马过来。 魏无羡捧起他的脸。 不行,蓝忘机极力能耐着身上的躁热,想也不想便拒绝了。 这是他问零十三载的岁月里,多次在梦见出现的场景。 此刻真的有了十五岁的魏英,他却不忍有任何粗鲁的举动。 那是他珍藏了一辈子的西式珍宝,今天只有十五岁。 魏无羡明知故问道,为什么不息? 你现在还小。魏无羡扑吹一声,那我要是一直长不大,你就一直忍着。 蓝忘机弄弄道,我…… 哎,知道你忍不了,来,魏哥开恩,看这里。 魏无羡舒展了一下胳膊,指了指自己心口的点点,眨了眨眼睛。 蓝忘机的瞳孔猛地皱缩,呼吸加重,看住魏无羡的胳膊正要低头咬去,却忽然停了下来。 浅色的眸子里风云变缓,各种情绪交织,挣扎了许久,最后恢复平静。 松开了魏无羡的胳膊。 等你成年。 蓝忘机震重道,给他盖好被子。 标拨不沉,魏无羡失望地撇撇嘴,我早就成年了。 蓝忘机道,十五岁,未成年。 魏无羡强白道,我天赋异禀,十五岁成年。 你说咱俩当初要是好上了,不跟现在一样吗? 蓝战,我忽然觉得,没有早恋,实在太亏了。 蓝忘机,他看着魏无羡的小虎牙一张一合,心里一阵恋爱,轻轻一笑,搂紧了他。 措施早恋,便用余生补回来。 那从现在开始搏,不可。 蓝战,开始道,休息。 蓝忘机不为所动,闭上了眼睛。 魏无羡愤愤地拉起被子,堵着气,背对着他。 忽然眼珠一段,系上心头。 我看你能认多久。